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光料》 Jo 今天想讲讲FCC 香港外国记者会 早前一哥邓炳强 不怎么批评《苹果日报》 因为他之前将 一些参加国安教育 学童玩枪的一张照片 与黑暴扯上了关系 还要登头版 如果大家记得 他在照片旁边 也写上一些不相符合的字据去描述 加以扭曲 即是有意图令读者误解 即是直戏 这是假新闻 FCC竟然去信 香港警察 邓炳强处长 要求他交代 何谓假新闻 在什么报道形式 构成假新闻 以及如果在调查假新闻的时候 如何确保新闻自由 你怎样看这件事 其实他问那三个问题 我都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 要求澄清假新闻 其实假新闻定义 是否应该 FCC自己去订 即是你们的传媒机构 应该有个框架 为什么会问警察 其实很奇怪 我作为一个 街外市民 我觉得很奇怪 你说自己是专业的 你要解释一下 你告诉他 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第二个问题 和第一个问题 又是没有分别的 即是你怎样为之 那天会犯到假新闻 就是第一个问题 假新闻的第二 原来 这么有水准的 传媒机构问的问题 都是这样的 所谓的外国记者会 我们这样说 其实在2018年 和FCC也发生了一件 很小的事情 当年2018年的8月 FCC就帮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 就在他们的地方 搞了个午餐会 题目就是以本港民族运动为题 他就搞个讲座 可以讲英文的 是不是你们英文不到班 可能是 当日他们邀请在香港 你要记住FCC当日 是在香港的 他就邀请所有的传媒去报导 帮港出身也藉着为大众发声的原则 就按照FCC的要求 向对方申请派员去采访 不过最后被FCC拒于门外 会不会原则有问题 因为他们说你们知情权 他只是邀请媒体 他没有要求 你们没有知情权 为什么我们没有知情权 因为我们不是媒体 我们就很奇怪了 你算不算呢 因为帮港出声是政府的注册 应该是 网媒 照例 应该是 应该是 但在哪里 没有多久 事情有不同的发展 我们就问 记协你去哪里 我们也是政府注册的媒体 对 对 似乎记协觉得 曝光了 因为我们也不少人看 他们可能觉得有些威胁 别说威胁 可能有些声音 然后他们跟FCC商讨这件事 商讨人 不是显摄 他指出帮港出声 因为已经取得政府媒体的注册 所以他就跟FCC商讨 最终FCC同意准许帮港出声去采访 这个突然之间想到 如果在政府注册了就是记者 即是媒体 当时很多不知什么媒体 你记不记得黑暴? 13岁记者 对 都可以 是否有个准则呢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FCC后来他强调 言论和新闻自由是记协 与外国记者会的共同信念 对 很坦白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是最终你跪下 你最终都是给帮国出声去采访 好了 我们回到这次 FCC去侧问一个假新闻的定义 我想说 其实我一看这件事 我立刻想起 当年两年前 你自己的定义 professional media 你都未定义到 你凭什么去叫别人 你定义一下 警务署 麻烦你定义一下假新闻的定义 会不会是那些 我们以前常说 他已经有一手了 即是说 我拿着定义 等你说 你说中 我又不出声 你说不中我就骂你那些 很坦白 我和FCC不熟 所以我真的答不到你这个问题 但我很想说回这件事出来 去告诉观众 其实FCC 说真我一句 你要去侧别人之前 麻烦你 你记不记得有一件 这么细细的事情 你都看一下 你连自己 professional media 你的定义 你在香港搞一个 我说了 你不是跟 你邀请媒体 你不是跟 香港政府 即是注册的媒体 你有你自己的定义 那假新闻呢 我不禁去问你 究竟你想要些什么答案 其实他应该问一下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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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当时 不是说fake news Fake news Trump Trump是一个fake news的始组 他经常叫假新闻 好了 我们看看 后来 其实PPRB的总警司 Kenneth Quark 有出来回应 PPRB说 作为执法机构 警方是有责任 维护法纪 如果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 一定会采取行动 对 而且也说 很尊重新闻自由 当然 但也明白 错误的资讯 和阴谋论的祸害 他们也提到 黑暴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这些假新闻 和偏颇的新闻报道 影响了社会 假新闻 大家数到去年 太子站杀人事件 说被人杀死了韩保生 韩保生 竟然在英国复活 还要众筹 什么基流中心 又说有强盖案 是的 中大女生吴傲雪 又说在新屋岭 遭到性侵 最近 爆眼泪 又说被警方打盲了眼睛 但同一时间 他又入法庭 说不可以拒交医疗报告 不拿医疗报告 还要申请法援 这个很奇怪 你告诉我 这些假新闻 其实FCC 为何要别人去定义 什么叫假新闻 刚才你说的假新闻 其实我们都要下定义 现在 在我来说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我觉得假新闻 就是假的 就是做假 就是假 就是虚扣的 又或者 不是事实的 不是事实的 全部已经是假的 最简单就是新疆棉 新疆棉 大家都知道 那里拍一拍 那间工厂 又说那是劳改中心 拍一拍这边 又说是一个强壁教育的中心 不是访问了八个人 接着就代表了你全民族 其实有些新闻 我自己都觉得 有些传媒 可能就是FCC那些专业传媒 你们也是 那你採访一段新闻 你都会在正和反 大家都会找一些人出来说 那很好啊 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我没有读过这些科 可能是读书的时候 不需要读的 其实这些是common sense 如果你很明显 新疆棉就已经是了 另外就是 你拍一张照片 然后做个标题 标题里面有误导性 那这个就是假新闻 很简单 在我来说 我觉得很简单 它不只是标题有假新闻 它是将那张照片 associate with 一张真的发生过一件事情的相片 放在旁边 那你告诉我 其实如果那张照片 今天是小朋友 在一个无疑的地址站里面 在玩枪的 你将一个真的有 那件社会事件发生的 放在旁边 然后再配一个 不是很正确的标题 你告诉我 你这样不是想 牵引到论者去想想 另外一些东西 不是叫Y区事实 那是什么 错误引到 是不是 那是真新闻 最搞笑的是 FCC 港台的蔡玉玲被判 罚6000元之后 声称表明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的行动 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因为它阻止了记者 查阅香港合法可以使用的公共记录 这句话是有些问题的 我都记得记者协会 曾经发一个声明 还有一个联合声明 很多机构 就是说三件事 第一 警察是抓错 不应该抓 抓是错的 律政司不应该告 告都是错的 哇 最精彩的是 裁判官都不应该判他有罪 判他有罪都是错 我自己都说过 其实这三件事都要基于一件事 是否法例都应该错呢 我们说 法例不错 年轻者也不错 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都想知道 新闻自由 或者知情权 是不是凌鸡于法律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 记者不应该有犯法的自由 当然 在这个案子里 我看不到蔡玉玲 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你犯法就是犯法 你要记住 蔡玉玲被控于 去年的五月和六月 去取得一两车的 登记细节证明书的时候 她声称是和交通运输事项有关 所以她被控两项 明知而作出虚假陳述 大家都不记得 她取得的车牌是为了她的视频 《721谁主真相》 还很厉害 取得了金晓宇新闻自由奖 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t Price 她在推特上发文 她说她对于蔡玉玲 因为工作而被判罪 而深感失望 她说蔡玉玲的贡献 因为取得金晓宇新闻奖 简直是新闻自由的冠军人马 我想问一下美国 很坦白 你用非法的手段 去做一条视频出来 在外国取得了奖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美国 你是否容许这些事 我有点同情 突然间我觉得有点同情 为什么有点同情 她刚才说一句说话 引起我的同情 她因为工作而被检控 这个是她说的 Net Price说的 我们代入 又说一句实话 不可以 因为工作 她可能是一个很工作狂的人 很投入 但不可以犯法 谁都不可以犯法 大前提 为什么一个城市 大家可以很平安 就是因为大家安分守己 遵守法律 警察 就算警察执法 因为工作而做错了 都要受到懲罰 即是纪律处分 没有人有例外 就算裁判官是特首 他因为我很想做好香港的政务 但他犯法 他都要犯法 我们有先例 没得说 所以他这个说法 可以在记者群里引起同情 但在法律上 一点同情都没有 是犯法就犯法 说真的 FCC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谴责什么 说真的 外国 第一 你自己的会 你不是Defined Professional Media 既然你有既定的 Professional Media 为何你要跪下 其实我觉得 蔡玉玲受到法律制裁是正确的 香港电台应该走不掉 即是说 你的编辑制作 这样用了非法手段 还有我还觉得 不单止是他 原来他们这宗案先说出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以往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我还记得连中大某委员长都说 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做 你知道一直都是这样做 为何你不改了法律 你任由蔡玉玲去犯法 因为那条法律是这样的 主要是你觉得对的 你便去立法会 你便找立法会议员帮你手 去改了一条例 让你去查 因为你要去查一个车辆的公开资料 你是可以的 但你要申报一些真的事实 法律不容许就不容许 不容许就不行的 但我觉得可笑的 这么有学悉的人 或者记者这么有能力的人 你不是都要守法吗 你不守法就是不守法的 为何可以是非黑白颠倒了 你还要被判罪之后 你还要出来找周遭的人去告诉你 这些歪理是多错的 我只是有一个感觉 你为了你的一个工作 而你犯尽所有的法律 那是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你不能说是新闻自由 或者我有公众知情权 你只是说他 我也是公众 我不想你犯法 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想你犯法 其实说真的 机构或者雇主本身 如果知道员工 因为非法 用非法的用途 放在工作里面 去完成他的工作 其实你一定是可以解释的 即是说真的 是吧 我觉得整个行业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整个行业的取态都有问题 不是大家都要守法吗 即是说记者都没有特权 你第四权都没有犯法的权 不可能的 犯法就是犯法 即是特首都要遵守 即是没有关系 你不是用你叫外国 即是叫香港外国记者会 出来讲一下 即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出来讲一下 比一下压力 即是说三到四干什么 你理好你自己国家的事 其实我都很想 即是你说找警务处 出来讲假新闻 我觉得无谓 即是我觉得 你浪败了 即是一哥时间 即是外国记者协会 或者记者协会 叫他们讲一下 什么叫假新闻 他讲完就等于没有讲 算吧 但他什么假都当真的 Anyway 好了 我们今天的天光烈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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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